中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同时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路 那在我身后呢 是可可西里不动权保护站 在未来的几天中 我们将从这里出发 跟随寻山队员一道 进入可可西里腹地 去一睹更多难得一见的美景 这队一路向西 驶出青藏空路 进入广袤无垠的可可西里 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 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这里生活着藏羚羊 野牦牛 藏野驴 藏猿林等珍稀野生动物 使原始生态环境 保存较为完整的地方 我们现在正在赶往 卓乃湖保护站的路上 这里的海拔呢 是4600米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也带了很多的补给品 有汽油 干肉 干粮 还有水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 带了一些帐篷 以防车队在路上发生一些意外 我们没有办法及时地赶到这个目的地 我们就可以就地扎营 可可西里是横划青海 新疆西藏三省区之间的一块高山台地 海拔高 气候干旱寒冷 寒氧量低 尤其在冬季 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 不过相较于夏季 泥泞的路面 冬天土地被冻印 行车相对方便 我们现在正在等待一辆吊炭车 跟上 大天一天到 这儿风特别的大 空心里的天气变化特别的快 我们现在遇到了沙尘暴 现在遇到了沙尘暴 然后很难看见路 车里一夜满是沙子 我们现在遇到了沙尘暴 然后很难看见路 车里一夜满是沙子 穿过沙尘暴 车队继续前进 经过了9个小时的颠簸 我们来到了卓乃湖保护站 这里是藏羚羊的大产房 每年5月底6月初 母藏羚羊会从青海可可西里 西藏羌堂和新疆阿尔金山 来到卓乃湖产高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已从不足2万只 恢复到了7万多只 给车辆加油完毕 我们继续赶路 前往此行的目的地 太阳湖 现在是凌晨1点 我们终于赶到了太阳湖保护站 但这里离太阳湖 还有20公里的路程 那是我们此行的终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晚住宿的地方 明天一早呢 我们就出发前往太阳湖 太阳湖 太阳湖 可可西里北部最大的淡水湖 夏季水草丰美 是野生动物的聚集地 在其东北部 屹立着青海最高峰 布喀达板峰 海拔6860米 在太阳湖畔 有一处纪念碑 这处纪念碑是 英雄索南大街的纪念碑 1994年 它在与盗猎分子的搏斗中 壮烈牺牲了 那从那时起 它的故事 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守护着这片净土 从2006年起 可可西里再没有想起过盗猎的强声 藏立洋保护级别 也从兵威物种 降起为禁威物种 2017年 可可西里成功申报世界遗产 如今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也整合为三江源国家公园 长江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 步入了国家公园治理新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